第261章又一个昌林 一注香后 陆叶已连输三十把 能赢才有鬼了 那刘三宝手上的头中赫然是一件灵气 是大事小泉在他一念之间 侧耳倾听 外面喧闹的动静已逐渐平息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他起身道 既不如人 甘拜下风 转身朝外行去 刘三宝只是站在原地笑呵呵的望着他 陆叶来到门前 透过门缝往外看去 街道上一片冷清 没有半个人影 他抬手开门 打不开 门上没锁 却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大门禁锢了 牟子处凌厉涌动 洞察灵文迅速成形 洞察加持之下 陆叶立刻见到整个房间都被一层阵法笼罩着 让整个屋子都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 想要离开此地 还得先破阵 事情果然没这么简单 他私下打量 想尝试下破解这里的阵法 这么长时间跟云夫人学习灵文之道 如何破阵他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里的阵法不算复杂 给他足够的时间 应该可以破去 不过那不能被人打扰 刘三宝肯定不会让他安心破阵 慢慢又走回来 在堵桌前站定 陆叶的手指摸索着刀柄 望着前方笑容可居的刘三宝 把阵法打开 我要离开这里 刘三宝笑着摇头 那可不成 陆小友 咱们的赌局还没有完呢 什么程度才算完 那要看你有多少赌注了 等你输无可输的时候 赌局自然就完了 说到这里 他黑黑黑的笑了起来 对一个真正的赌徒来说 什么都东西都可以当作赌注 包括性命 明白了 陆叶点点头 那就赌命吧 你姑且赌一下 我能不能弹死你 最后三个字落下的时候 陆叶一跃过赌桌 手中长刀出窍 风锐灵文加持 一刀朝刘三宝批了出去 刘三宝面上笑容不减 四嫂之陆叶会如此选择 面对这一刀根本没有躲闪 轻轻一拍手中头中 一粒头子便直朝陆叶面门袭来 叮当一声 盘扇刀劈在头子上 巨大的撞击力让陆叶身形微微往后一扬 朝前奔袭的速度都慢了几分 另外两粒头子也飞出 一左一右 吼 鼓啸之音响起 肉眼可见的气浪朝前方袭去 与此同时 琥珀体内 一一闪出 抬手便是一道竖法朝刘三宝打下 刘三宝面上的笑容忽然僵硬 整个灵体都在琥珀的咆哮声中微微恍惚了一下 张陆叶飞来的两粒头子立刻像是失去了控制 被陆叶两刀劈飞 下一刻 一一的竖法轰在刘三宝身上 将他圆润的身子轰飞起来 重重跌落在地 刘三宝恍惚的神色重新恢复清明 抬眼时 正对上一双琥珀色的铜人 那铜人似有射魂夺魄的力量 在那双眸子的凝视下 刘三宝生出了无数年没有感受过的恐慌和不安 这事 恢复原形的琥珀已张开大口 如吞噬林甲血线那样 对着刘三宝猛吸了一口 肉眼可见地 刘三宝的灵体都扭曲起来 从胸膛位置处高高鼓起一团 看那样则好像要被琥珀一口吞入腹中 路易恶然望着这一幕 在动手之前 他也没想到琥珀竟有这本事 本来只想着杀了这刘三宝 赶紧从这里脱困 可真动手之后 才察觉到琥珀对刘三宝的压制 这种压制并非针对刘三宝 应该是针对灵体的 琥珀曾将一一转化成昌灵 所以他在这方面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天赋 若不是这次碰巧进入仙缘城 路易还真没发现这点 不要啊 刘三宝惊恐大叫着 奋力抵挡琥珀的吞噬 哪怕彼此实力差距不小 但这种面对天敌般的感觉 却让他完全发挥不出自身的实力 那是来自神魂深处的战力和惶恐 陆叶当头一刀就朝刘三宝劈了下去 刘三宝反抗的力道立刻减弱不少 陆叶又砍一刀 刘三宝反抗的力道更弱 整个身子都在那难以抗拒的犀利中被折叠起来 牵扯进琥珀的雪盆大口 就我 我错了 刘三宝对着陆叶伸手 面上一片哀求 抓得一声 刘三宝消失不见 琥珀打了个宝格 体表灵光一阵闪烁 陆叶与依依对视一眼 皆都惊奇不已 本以为会是一场苦战 谁知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琥珀对灵体的压制简直不要太凶残 琥珀有没有什么变化 陆叶问道 她以前没展露过这样的天赋 主要是以前根本没碰到别的灵体 没机会展露 依依稍稍感受了一下 摇头道 没有 不对 陆叶心头一紧 一一窜进琥珀体内 等她再出来的时候 居然从琥珀体内又拽出另外一个灵体 陆叶定眼一看 嘖嘖称奇 因为这个灵体赫然就是刚才被琥珀吞噬的刘三宝 原本不是被吃掉了 刚才那一幕认谁看了 恐怕都会以为是刘三宝被琥珀当口粮得吃了 可现在看来 琥珀那样做并不是要吃灵体 而是将之转化成自己的昌灵 不过刘三宝这个昌灵跟一一比起来 有很大的区别 一一有自己的灵智 刘三宝的表情却呆滞得很 浑没了方才的种种狡诈 而且刘三宝的实力也有所 原本她有天极七层进的程度 可是现在只有普通九层进的样子 也不知是不是刚才被陆叶砍了几刀的原因 能控制她 陆叶又问道 琥珀歪头响了响 踢表灵光闪了一下 紧接着 表情呆滞的刘三宝慢慢行动起来 初始就跟个木偶一样 但很快就灵活起来 她甚至捡起了自己之前掉在地上的灵气头中 又跑到堵桌前摇晃起来 大声吆喝 压大在左 压小在右 买定离手 一一一巴掌拍在琥珀的大脑瓜子上 别不学好 琥珀阿乌一声 委屈巴巴 这可不是她控制的 她只是给刘三宝简单下了个命令 然后刘三宝就自己行动起来了 独徒始终是独徒 哪怕化作了昌林也抹消不了她的笃信 能控制多少昌林 陆叶又问道 琥珀又嗡嗡叫了一声 一一替她回答道 不清楚 给事过才知道 陆叶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走 去找仙人位 让琥珀命令刘三宝打开房间的法阵 很快 一行离去 城中混乱的局势此刻稍稍平缓了许多 之前几百修士落进仙人城的时候 场面一度混乱 足有大几十人倒霉地被仙人位积拿 压进地牢之中 此刻仙人位也在满城搜捕修士们 一旦发现 少不了交锋 修士们开始联络自己的亲朋好友 结对而行 在这种鬼地方 落单的时候被仙人位发现了 真没什么好下场 那些仙人位不但修为不错 而且个个都能施展出那种附灵索一样的术法 这术法是专门用来抓人的 只要被一道附灵索束缚住 跟着就来了三四道 任你实力再强 也得乖乖就范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眼下无论是好天蒙还是万魔领的 落单的时候若是照了面 也不再彼此敌对 顶多就是擦肩而过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地方动手术时有些损人不利己 还是先跟自己会合要紧 千元城因为环境如此 没有什么奇花异草可以采集 但那一间间建筑里却偶尔能找到一些好东西 前提是得避开那些仙人位 城中某处 激豆的声音不断传出 几个结队而行的修士 被一对仙人位发现了踪迹 正在激战 场面很不乐观 四个修士已经被捆了两个 还剩下两个困兽游斗 看那情形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仙人位小队长忽然扭头朝一个方向看去 只见那边一人的身影显露 正朝这边张望 大胆 那仙人位小队长怒吓一声 身形一动便杀了出去 那身影掉头就跑 一追一逃 很快不见了踪影 少请 那个方向传来一声唬笑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脚像中 陆叶满意的看着面前表情呆滞的仙人位小队长 这小队长的实力跟刘三宝相差无几 被引到这里之后 琥珀一番压制 陆叶劈出几刀 然后他就被琥珀吞噬了 转化成了昌宁 现在他的实力也是相当于九层镜的程度 跟刘三宝一样 片刻后 陆叶与这小队长一同返回刚才激战之地 陆叶在前 小队长在后看样子像是这小队长在押送陆叶似的 几个仙人位还在等候 地上捆了四个修士 个个如丧考比 见到陆叶被押回来 其中一人瞥了他一眼 心想又是一个同命相连之人 可仔细一看 又觉得不对 陆叶居然没被束缚 不由瞪大了眼睛 一时茫然 陆叶一直在关注那几个仙人位 直到走尽了之后 那几个仙人位也跟木桩一样站在原地 顿时明白 这几个仙人位是无私无至的 他们跟领队的小队长不一样 那一个个小队长最起码还有一些灵智 知道判断局势 普通的仙人位就没这本事了 他们基本都是遵从小队长的命令形式 这一点 从他们都不看陆叶一眼就可以判断出来 第262章队伍壮大 确定了这一点 陆叶心头大定 他转头看向几个被捆住的修士 沉默地抬起手 亮出手背上的战场印记的光芒 此人齐齐变了脸色 其中一人牵强笑道 这位道友 我们几个也是浩天蒙的 还请搭救一二 回应他的是一道玉器的流光 那流光穿过此人的脑袋 静止飞出又略向其他几人一一斩杀 其中一人死前还愤怒大叫 你不得好死 陆叶不知自己以后是不是不得好死 反正这么叫的人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 这几人如果真是浩天蒙的 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展露自身战场印记 既然没展露 那就可以确认他们是万魔领的了 自然不必要客气 四个仙人位依然梦娜的站在一旁 对眼前一切仿若未见 陆叶跟琥珀吩咐一声 琥珀窜出 来到一个仙人位身旁 张开大口朝他吸去 那仙人位本能的有些挣扎 但没有太大效果 很快被琥珀吞入腹中 如法炮制剩下三个 一一转化为昌龄 将转化的昌龄重新放出来 陆叶发现他们的实力没有太大变化 跟原本差不多 这么看来 刘三宝和之前那个小队长 实力低落很大可能是被自己砍了 又或者是琥珀转化的昌龄 没办法超过一个极限 琥珀本身的实力毕竟不算高 至于是哪种原因 还有待验证 可哪怕是第一种原因 陆叶也没太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不砍他们几刀 琥珀吞噬起来有些困难 这是个无解的局面 这一下得了五个昌龄 算上之前的刘三宝 陆叶手下足足有六个昌龄了 从来没人在仙元城这么干过 历年来进入仙元城的修士 与仙元未斗 与敌对的修士斗 每一次人脑子都快打成狗脑子了 收获还没多少 因为仙元城本身能让修士得到的好处就不多 最大的好处是一处叫洗魂池的地方 那地方能淬炼修士的神魂 神魂这东西看不清摸不着 灵溪镜修士暂时接触不到 可如果修为突破真元镜 寄生神海镜的话 修士就有神念了 神念的根源就是修士的神魂 所以如果能带一些洗魂池的池水出去 那对任何一个神海镜都有极大的吸引力 曾有修士机缘巧合带了几滴出去 上镜门中常备 得赐很多宝物 但洗魂池据说是仙元魏的核心所在 所以那地方是仙元魏重兵把守之地 一群灵溪镜的小修士 根本不可能闯入洗魂池中 陆燕没想打洗魂池的主意 这不现实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尽量让琥珀多转化一些昌灵 如此一来 不管后面要面对什么危险 自己这边都能有应对的手段 若是能转化出一只昌灵大军的话 那就算对上风花院那一百多修士 陆无月也不需 手下已经有了六个昌灵 再加上他本身还有依依的实力 形势已经不必再这么小心翼翼了 带着琥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道上 偶尔去街道两旁的建筑里搜寻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东西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街道两旁的建筑数量倒是很多 可里面基本都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陆燕便觉了这个心思 仙人城 果然不适合进来捞好处 无量甚境连通了这众地方 属实有些坑人 一炷香后 迎面碰到一对巡逻的仙人位 数量不多 只有六人 彼此照面 那小队长当即指着陆燕所在的方向怒喝一声 拿下 几个仙人位当即便朝这边奔略而来 让那小队长极为意外的是 陆燕不但没跑 反而迎着他冲了过来 奔袭途中 琥珀体内一个个昌灵现身 迎上那几个仙人位 下时间 彼此打得不可开交 对面的小队长明显震了一下 神色更怒 放肆 挂落时 陆燕已越过那些仙人位的战场 冲到了他面前 敦伏在他肩膀上的琥珀对着那小队长 就是一声唬笑 压制性的力量冲击的他身形一顿 在回神的时候一到副灵所已经朝他捆了过来 却是琥珀麾下那个仙人位小队长对他出手 猝不及防 这小队长被捆了个阶阶时时 琥珀已冲到他面前 张口猛吸 他的身旁 陆燕手按刀柄 蓄势待发 最终陆燕也没有出手的机会 被傅林所捆住之后 这小队长的反抗力量弱了很多 琥珀费了点力气便将他吞噬 那几个仙人位还在跟几方的仙人位打个不停 显然是在遵从自家小队长之前的命令形式 琥珀将那小队长转化成昌林放出来之后 随着那小队长一声低贺都住手 激战的双方立刻停歇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琥珀上前 有一个算一个 全给吞噬了 昌林队伍壮大至12人 其中小队长级别的两个 普通仙人位9个 还有一个留三宝 琥珀依然没到极限 陆叶继续带着他搜索 千元城很大 但仙人位的数量也不少 他们以小队模式四下巡逻 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 沿路走过 偶尔还能碰到一些成群结队的羞士 若是浩天蒙的 自是相安无事 可若是遇到万魔领的 那少不了要大战一场 那些成群结队的万魔领队伍 见陆叶一个八层镜孤身一人 哪会跟他客气 但真冲上来之后 却惊骇的发现 他们面对的不止一个人 而是一支由仙人位组成的队伍 一道道父灵所打出 那些万魔领修士 往往还没靠近陆叶就被捆覆 然后陆叶上前 一刀一个 他有些喜欢上仙人城这地方啊 此等兄弟对其他修士来说很不友好 没多少油水可捞 还处处凶险 可是对陆叶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一处圣地 琥珀转化昌龄的天赋 在这重地方发挥的作用太大 昌龄小队的数量不断增加着 直到两个时辰后 琥珀到了极限 他能转化的昌龄 除了11之外 只有31个 算上11也才32个 这让陆叶心中构思的 昌龄大军的计划彻底破灭 不过这个数量也很多了 足以应对这城中绝大多数危险 而经过一次次尝试 陆叶终于确定 琥珀转化的昌龄实力最多也就是九层镜的程度 这跟他本身的实力有关系 而且 昌龄越多 对琥珀的负担就越大 平时看不出来 可如果昌龄与迪大战一场之后归来 琥珀会在很短时间内变得萎靡 因为昌龄的力量来源自他 恢复的时候会消耗他的力量 依依以前也是这样 受伤了或者力量有所消耗 都必须得躲回琥珀体内恢复 现在他已经摆脱了这个掣肘 他可以独自修行 享受慢慢变强的快乐 再加上琥珀也可以通过吞浮灵丹变强 那就是双倍的快乐 这也是琥珀和依依的实力能迅速提升的原因 他们两个无论谁变强 都会同时得到提升 昌龄不行 无论是刘三宝还是那些小队长 被琥珀转化了之后 他们就没有自己的灵智了 只能听从琥珀的号令形式 力量有所损耗之后 还得琥珀给他们提供力量恢复 所以琥珀转化昌龄有极限未必是坏事 太多的话 他也抗不住 如今陆叶遇到先元位 能躲就躲 尽量不与他们起冲突 毕竟跟他们打架没什么好处 只会白白浪费力量 一条街道上 陆叶眼帘低垂 万步前行 从刚才开始 他就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被窥视感 好像有什么人在暗中盯上了自己 盯着他的应该是个鬼羞 只有鬼羞才有这种神出鬼没的本事 虽然可以确定自己被盯上了 陆叶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并非孤身一人 若是那藏身暗处的敌人敢跳出来 他会让对方见识下昌龄小队的本事 手下有那么多昌龄 现在陆叶杀敌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出手 等昌龄把敌人束缚住了 过去砍一刀就完事 现在难办的是他抓不住对方的踪影 若是在外面 可以让一一出动 搜寻敌人的踪影 但这里不行 一一之前试过 这仙缘城内 哪怕他是灵体 都没办法遁地 地下似乎有一层静置 不但地下有 就连空中也有 在仙缘城内 飞天的极限距离是十丈 再往上就飞不上去了 这也是没有修饰感欲空飞行的原因 十丈距离太矮了 片刻后 陆叶忽然驻足 抬头朝前方望去 视野中 一行数人映入眼帘 为首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短衫 露出小蛮腰的女子 见到这女人 露夜的眸子微微眯了一下 陡然反应过来 在那暗中盯着自己的敌人 并非碰巧遇到 而是专门来找自己的 因为这个女子 她之前在山谷那边缘缘扫了一眼 这是风花院的人 自己之前被认出来了 所以人家这是来报仇的 想想也是 金光顶上 数千人见过她的容貌 被认出来并不稀奇 四面八方 忽然一阵阵凌厉波动涌动 还有一山烈烈的声响 陆叶转头四看 只见四周的房顶上 站满了修饰 一个个神色不善地朝她望来 第263章出情 不知不觉间 陆叶已被包围 包围此地的修饰 少说也有二十多个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凑出这么多人手 而且还在这里 布置了一个包围圈 看样子风花院 那边一进来 就在寻找自己的踪影了 否则没这么高的效率 对任何一个修饰来说 这都是绝境 从对面行来的 那个高挑女子 望着陆叶的眸中 溢满了怒火 怒火之中 还夹杂着一丝丝快意 即将大仇得报 自然快意 这妖精模样的高挑女子 在陆叶前方十几丈处站定 她的身边还有两人 一个身形肥硕的女子 她的这种肥硕明显不正常 哪怕有宽大的衣衫遮挡 也挡不住肚子上层层叠叠的肥肉 偏偏她的皮肤极为白皙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是一只白胖的残勇 另外一个也是女子 身形娇小 模样大大咧咧 头发不长随意的扎在脑后 肩膀上扛着一把长刀 那刀身比她整个人还要长出一半 与她的娇小身形形成一种极为明显的反差 情师姐 就是这个家伙 长刀女子上下打亮陆叶 开口问道 她的目光跟陆叶看敌人的时候 有些相似 都在寻找适合下刀的地方 高挑女子轻轻汗手 倒是不愁 就这么杀了有些可惜 另一边的白胖女人也在打亮陆叶 双眸眯起 面含笑意 能不能留她一命 高挑女子冷声道 自不会让她那么容易就死了 白胖女子伸手眼嘴 发出杠铃般的笑声 多谢情师姐 在看陆叶 眸中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光芒 陆一叶 可认识我是谁 高挑女子咬牙贺问 陆叶往口中丢了一粒铃丹 慢慢咀嚼 你哪位高挑女子 眸中生寒 那你可记得金光顶上的出血 对我搔手弄姿 然后被我砍死的那个女法修 毕竟是第二个上去挑战她 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之前陆叶还打算去 风花院的驻地稿式 又怎么会不记得 我叫初晴 初雪 初晴 这名字一听就是一家人 事实上当初初雪就是被初晴带着去了金光顶 然后出阵挑战陆叶的 可以说初雪就是死在初晴的眼皮子底下 只是当时两大阵营那么多强者在场 又定下了天机器 初晴哪怕恨不得将陆叶碎尸万段 也不敢贸然出手 金光顶之战后 陆叶在风月禅和魏央的掩护下撤离 再不见踪影 初晴本以为以后再没机会报仇了 可怎么也没想到 竟会在山谷边看到陆叶的踪影 当时为免打草惊蛇 初晴只是瞧了陆叶及眼便没在关注 只等进了无量圣镜跟他算账 进入此地之后 初晴迅速集结附近的人手 同时探查陆叶的行踪 运气不错 没花多少功夫就找到了陆叶 他当即领着一群人钱来设服 将陆叶堵在这里 说说看 你想怎么死 初晴圣券在握 二十多人在他的带领下 将这里包围的密不透风 无论如何今日这路一夜都插翅难飞了 陆叶将口中的灵丹咽下 眼帘低垂 徐徐抬手按住了刀柄 你们又想怎么死 跨落时 双腿之上风行灵纹一闪而逝 整个人几乎化作一道残影 直朝初晴那边扑杀过去 半途中两道玉器便已飞出 化作两道流光 习向初晴左右的两个女子 好胆 初晴大怒 赫令道 拿下她 正如她刚才跟那白胖女子说的话 她没打算让陆叶这么容易就死 她要先将这路一夜拿下 然后好好炮制一番 否则怎解自己的心头之恨 这些日子每每想出血惨死的模样 她就业不能寐 几方二十多人 敌人只有一个 自然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就是出情的底气所在 别的不说 但是二十多亿起玉器 就不是陆叶能挡的 忽然一阵阵惊呼从四面八方传来 就在附近那些风花院修士即将出手的时候 一道道灵光灿灿的副灵索静 从他们背后打出 好几个修士猝不及防被捆得结结实实 大头朝下往地面栽去 反应快得倒是没被锁 但也不得不与忽然在身后出现的敌人交手 千元位 有人惊呼 他们身后不但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个仙元位 这些仙元位居然还埋伏通袭了他们 这是之前从未遇到过的 他们这二十多人此前也遭遇过几对仙元位 但那只有数人一对的仙元位 而且仙元位形式死板 只有小队长级别的有些许灵志 普通的仙元位全都是无私无制的存在 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三两下便解决了 这一下打了他们一个猝不及防 原本的人数优势荡然无存 如果只是对上仙元位 他们还不至于如此狼狈 此城中的仙元位一般以缉拿为主 基本不会伤害修士的性命 除非修士反抗的太厉害 正常情况下 被傅林锁锁住了 仙元位便不会痛下杀手 关键是对他们出手的不止二十几个仙元位 这些仙元位中间还夹杂了一个奇怪的灵体 那灵体是个胖乎乎的家伙 穿着一件圆外服 手上拿着一个头钟 三粒灵光灿灿的头子不断打出 收割着被傅林锁锁住的修士的性命 眨眼间就有三人死在这胖子手上 原本好端端的埋伏 竟被一群仙元位给反埋伏了 这种事说出去大概都没人会信 一群风花院的修士着实被打的有些怀疑人生 这自然是躲在暗处的琥珀的手笔 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之后 陆燕梅让一一单独行动 仙元城内无法遁地 一一单独行动太过危险 他直接将琥珀给放出去了 想找出那个跟踪者的踪迹 结果一一反馈回来的信息让他有些吃惊 在暗处跟踪他的确实只有一个鬼修 可四周却有不少修士正在悄然靠近 陆燕便知那些人要埋伏自己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传讯一一让他反埋伏一波 昌林平时藏于琥珀体内 不显踪影 需要用到他们的时候放出来就行了 最是何干这事 之前跟出情废话几句 无非是要拖延时间 等一一那边不属妥当 否则真让风花院的人一起出手 哪怕他有御守灵闻也挡不住 眼下的情况就好很多了 埋伏在四周的风花院修士被仙元位纠缠着 根本抽不出手来对付他 他只需要对付出情那边的三人即可 这三个女人都是九层镜 但那又如何 叮当的声响传出 两道玉器的刘光被那长刀女子劈飞出去 对方双手持刀 刀树大开大河 刀锋猛罩身边三丈方圆 不破她的刀势 休想尽身 偏偏有如此刀树的她身形还极为矫健 出情和那白胖女子虽吃惊场面变化 可也没乱了心神 一道玉器的刘光自出情手中飞出 拐着弯朝陆叶右边太阳学袭来 奔袭途中 陆叶一刀斩出 那灵气却是灵活避开 擦着她的刀锋掠了上来 关键时刻 盘山刀往上一挑 这才将那玉器挑飞 此时陆叶已奔至出情等人三丈远 她本身的两道玉器被批飞之后便没管了 哪怕她能在与敌贴身搏杀的时候分身玉石两道玉器 可终究是要分散心神的 在这种生死一线关头分神 只会死得更快 以前没到七层镜的时候 她羡慕人家的玉器手段 但真正能自己玉器了之后才发现 这手段看似了德 其实有很大的弊端 只适合与人中距离交锋 一旦近身搏杀起来 玉器基本没什么大用 当然如果有人能缠着敌人 同伴服以玉器的话 效果会很好 一切手段只为杀敌 就看如何灵活运用 盘山刀四脉十块的一刀斩出 然而才刚出刀 一抹刀锋就迎面聊来 陆叶不得以改弓为首 挡下这凶悍一击 驾一瞬 叮叮当当的声响传出 灵气交锋间 火花四箭 朱晴宇那白胖女子正要前来支援 身后便忽有灵力波动涌出 两人回头去看 皆都已经 因为不知何时 竟有一队仙人未出现在他们身后 在他们转身的瞬间 便有一道道父灵所朝 他们两个当头照下 琥珀现在转化的昌灵族有三十一个 按他们原本的配置 划分成了六个小队 其中五个队伍 蛮伏风花院的那些修士 还有一个队伍被琥珀带到这里来了 陆叶哪怕能越尖杀敌 以八层镜修为同时 对上三个九层镜也不是对手 不过有一队仙人未辅助就不同了 偷袭来得太突然 哪怕是出情和白胖女子这样的九层镜 一时也没能反应过来 关键时刻 白胖女子一个侧身 以不符合她肥胖身形的脚件挡在出情面前 一道道妇灵所瞬间将她笼罩 妇灵所在仙原位的控制下收紧了 将她肥胖的身形乐出一道道肉菇 肥胖女子咬牙丝吼 周身血气佩然 几乎凝为实质 朝外翻涌而出 朱琴从她身后闪出 双手各扣住了一柄短剑 虽是女子身 却悍然无畏地冲到一个仙原位面前 灵气的光芒闪烁 身形旋转腾挪 奏出杀戮的乐章 第264章计划赶不上变化 仙原位的修为普遍不低 但因为没有灵制 行为死板 所以能发挥出来的实力与修为并不匹配 他们的优势在于以小队的模式行动 那副灵所几乎是每个仙原位都精通的术法 只要敌人被一道副灵所锁住 剩下几道就跟上来了 灵散的修士遇到他们 基本没好果子吃 朱琴身为风花院的镇守副使 实力自是没得说 冲到那一对仙原位面前 手中两柄短剑化作一片剑木 朝其中一个仙原位照下 只短短三夕时间 那仙原位便被杀得灵体崩散 不过他身上也多了几道伤口 在他击杀这个仙原位的时候 另外几个仙原位可没闲着 手中灵气技术朝他身上招呼 斩杀了一个仙原位之后 初情立刻抽身后退 高呼道 巧云 被副灵所所住的白胖女子当即怒吼一声 他原被四道副灵所束缚 在初情杀了一个仙原位之后 身上的副灵所就只剩下三道了 怒吼时 本就肥瘦的身子竟在膨胀一大圈 气血轰然弥漫 剩下几道复灵所近被直接挣脱 来了 冠作巧云的白胖女子明显很生气 迈开步伐便朝初情那个方向撞去 眼看他如肉山的身子便要撞上初情 初情背后就跟长了眼睛似的 高高跃起 踩在他的肩膀轻盈挑起 追击过来的四个仙原位就没那么好运了 被那巧云撞的仁阳马翻 身上灵光一阵乱闪 我拦住他们 巧云虽是以一敌似 却丝毫不虚 无他 身为体修 攻击手段或许没有其他派系丰富多样 可保命的手段却是任何派系都比不了的 所以哪怕以一敌似 短时间内他都没有性命之忧 说话间 肉呼呼的巴掌当头朝一个冲过来的仙原位拍去 轰了一声 那仙原位竟是直接被拍飞出去 身上的灵光都暗淡了不少 小心 出情叮嘱一声 转身朝露业那边杀去 他们这么多人来此 可不是要跟仙原位发生冲突的 仙原城中 仙原位杀之不尽 而且杀仙原位也没什么好处 他们的目的是杀露业 为死去的出血报仇血恨 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跟仙原位多做纠缠 只要杀了露业就可以撤走 出情双足在地面上一踩 飞速朝前突进 然而印入眼帘的一幕让他瞳孔收缩了 因为那正与露业交手的长刀女子忽然倒飞过来 身在半空中便喷出一口血雾 出情赶紧收了双刀 扑上去将长刀女子抱住 两人滚落在地 匆忙起身 哇 长刀女子双手楚刀 又吐出一口鲜血 若烟 出情低呼 辞不了 若烟轻壳 将长刀抬起 警惕地望着前方 在那前方 露业长刀斜指地面 刀身上有鲜血滴落 正一步步行来 他眼前微微低垂着 额前的头发头下阴影 让人看不清他的脸色 但指八层镜的修为 却给两个九层镜带来极大的压迫感 师姐小心 这家伙有些不对劲 若烟开口提醒 回想方才与陆夜短时间的交锋 实在没搞明白自己怎么败的这么快 他本以为自己一个九层镜对上八层镜 不敢说随便揉捏 最起码压着对方打是没问题的 但真的交手了他才骇然发现 这个八层镜的手段极为诡诀 而且令人防不胜防 他似乎有一种能力 能让自己瞬间如父千军中担 那一瞬间从天而降的压力 几乎让他没反应过来 若不是凭借自身敏锐的直觉 此刻他就不是只受伤这么简单 而是已经被人给斩了 出情的表情变得凝重 望着那一步步朝自己行来的少年 他又一次回想起当日金光顶上的场景 在那个鲜血弥漫的战场上 眼前这个少年以五层镜修为 连战四十三场 除了第一个上场的只有五层镜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六层镜 但无一例外全都败于他手 但是被他杀了的 就不下二三十人 那一次的经历让出情明白 这世上真的有那种不可估量之人 略接杀敌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所以哪怕在山谷中看到陆夜是八层镜 出情也没有半点小觑他 这家伙五层镜的时候 能杀那么多六层镜 眼下八层镜了 九层镜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他召集了门下二十多人一起出手 本以为万无一失 可怎么也没想到 这关键时刻仙人未会跑出来捣乱 让他原本的计划瞬间没了用武之地 就连巧云此刻都被几个仙人未纠缠着脱不开身 可是已至此 只能放手一搏了 若燕虽受伤 但伤势不算严重 两人合力的话 怎么也不可能怕了一个八层镜 上了 出情低喝 率先冲出 叫若燕的长刀女子跟着动起来 娇小的身形完美的隐藏在出情身后 彼此一同修行 如何配合杀敌他们早有默契 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言语沟通 与此同时 陆叶也是一脚踏出 彼此距离迅速拉近 盘山刀上攀附火红色刀光 跨坐一道弧度 狠狠斩下 出情手中一柄短剑迎上 他本打算用自己这柄短剑架住对方的灵器 另一柄短剑就可以趁势袭杀 然而当双方的灵器交锋的刹那 他才发现自己有些天真了 对方灵器上传来那佩然墨玉的力量 几乎让他的短剑脱手飞出 出情的瞳孔皱缩 这是一个八层镜兵修能有的力量 脚云的力量都不过如此 察觉不对 他原本打算刺出的另一柄短刀立刻抬起 挡住从上压下来的斩击 不这么做的话 他根本挡不下 才刚挡住这一击 对方第二刀已经披落 出情仓皇应对 对方第三刀已经刺来 这一刀险些刺中出情的胸口 速度太快了 这些日子他虽无时无刻不想杀了陆叶为自己的妹妹报仇 但真的交手了之后 才体会到这个少年的可怕 那一刀刀不但是大力尘 而且出刀的速度极快 让人应接不暇 这样的刀数 他挡不下第四刀 果不其然 当陆叶第四刀朝他白皙的紧箔处斩来的时候 出情完全失去了抵挡的机会 好在他不是一个人 就在这危机关头 一柄刀锋忽然自他紧薄边刺出 刚好刺在盘山刀上 是一直藏在他身后的若烟出手了 火星刺剑 这原本能斩在出情身上的一刀被挡下 长刀上灵光爆闪 顶着盘山刀往后压制 几乎顶到陆叶的脸上 陆叶刀身一偏 卸去袭来的力量 同时侧头那长刀擦着他的耳朵刺出 封锐的刀锋缭断几根头发 得此良机 出情左手上的短剑灵活转动 反手扣剑 只把短剑当成匕首 做事便要朝陆叶胸口扎去 然而不远处一道凶猛的灵力波动忽然传来 出情想都没想到 一剑斩下 将一道袭来的竖法挡下 顺着竖法来源的方向 他看到了一个娇俏的少女站在陆叶身后不远处 这束法便是他施展出来的 谁也没发现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现身的 少女生前又有束法酝酿 空然袭来 与此同时 陆叶出刀 风花院两人联手 陆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依依一直在找机会 可惜无论是出情还是若燕都没有露出太大破绽 无奈之下 他只能出手 这样的拼杀对依依来说有些凶险 好在他是法修 只需站在远处施法就行 出情与若燕的身形藤魔交错起来 这两个女人的灵气异常异短 配合起来简直是天衣无缝 一丈距离内 全被他们的攻击所笼罩 以往他们两个这样配合 迎战四位号天蒙修士而不落下风 甚至还杀了对方一人 但此刻两人纵配合的依然完美 却魂没了以往那种掌控战局的感觉 因为战斗的节奏权掌握在敌人手上 对方出刀的速度快的有些离谱 在那法修的配合下 以一敌二净是不落下风 他们两人非得倾尽全力 才能挡住对方的攻势 只是挡住而已 想要反击是万万不可能的 身形不断往后退去 两女脸色逐渐苍白 这般近距离的凶险交锋 随时都有暴毙的风险 而且不知从何时起 四周竟弥漫起了一团团聚集的雾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一团团雾气也越来越浓 翻涌间似有什么东西随时会冲出来 交战的双方都意识到了不妙 陆叶出手愈发很辣了 巧云出情眼看快要挡不住陆叶的攻势 忍不住高呼起来 来了 伴随着那白胖女子的应答 轰隆隆的声响传出 那白胖女子硬是顶着几个 仙原位的攻击冲到了陆叶面前 一只肥大的巴掌当头朝陆叶拍下 在出情原本的打算中 巧云只需将那几个仙原位纠缠住即可 以她体修的实力 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而她则可以与若烟配合 以最快的速度将陆叶斩杀 只要杀了陆叶剩下的仙原位都不是问题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出情已尽可能高估陆叶 可真交手之后才发现是自己目光短浅 再不求援的话 她跟若烟必然有一个要死 第265张仙原位为什么不激拿你 以陆叶眼下所展现出来的压迫力 出情和若烟死一人 另外一个离死也不远了 脚云横身而来 双方身形交错 让她挡在了前面 身为一个体修 冲振在前是最基本的素养 那肥胖的巴掌以不算快的速度 朝陆叶当头拍下 陆叶以反手一刀撩在她的手臂上 加持了锋锐的这一刀竟没能将 巧云的臂膀斩下 仅仅只是在她手臂的肥肉上留下一道血痕 刀肉香蕉之时 陆叶感觉自己这一刀好像斩中了一块弹性极大的橡胶 随着巧云被斩之处血肉的迅速蠕动 这一刀的威力被削弱到了极致 巧云另外一只巴掌已经拍了下来 陆叶一脚踹出 正中她的肚子 可这全力爆发的一脚飞弹没能将面前的肥胖女子踹飞 反而让陆叶伸出一脚踩进了沼泽中的感觉 对方的肚子上传来极强的吸吮力 血肉如动 顺时化解她攻击的同时将她的脚包裹起来 陆叶抽脚 竟没抽出来 巧云的巴掌已经拍下 御手凌文呈现 被这一掌拍的粉碎 陆叶的脑袋微微一偏 崩鸣一声 只觉眼前金星直冒 这一掌被御手挡下还有如此威能 真要是被拍实了 陆叶感觉自己脑袋都能被拍碎 臭小子 让姐姐来疼爱你 巧云嘴上说的甜蜜蜜 你起的眸中却满是胸光 双臂张开朝陆叶抱去 那一瞬间她周身气血沸腾 展现出匪夷所思的速度 这要是被抱住了 哪怕陆叶有通天的手段 都难能施展 到时候只能等死 偏偏这时陆叶一只脚还卡在人家的肚子上 想要脱身都不得 生死危机关头 她的眸子一片清明 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 盘山刀上火光缭绕 一刀直刺 朝巧云的心口刺去 出刀的同时 刀身上闪过一道强烈灵光 装锋锐加持 刀尖刺进巧云的血肉 清晰的感受到她血肉的迅速蠕动 她能化解陆叶的斩机 想要化解这种直刺就有些难度了 一声尖叫传出的同时 巧云变了脸色 以成暴姿的双手猛的前推 狠狠推在陆叶的双肩上 巨大的力量从前方袭来 陆叶矮着身子朝后滑出树杖 双脚下都被离出两道深深的痕迹 巧云的胸口渗出鲜血 面片一片余迹 方才那一瞬间 她感觉自己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树杖外 陆叶站定身形 稍稍活动了肩胛 被拍得有些麻 不过没什么大碍 心到可惜了 刚才巧云若是晚那么一点点出手 她就可以在盘山刀上催动豪刺灵纹 让对方感受一下什么是体内开花 依依的竖法不断催动着 轰在巧云身上 但这一身肥肉的女子根本不做理会 周身气血和灵力交融 将那一道道竖法轻松挡下 陆叶表情凝重的望着前方那白胖女子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很难缠 毕竟是个体修 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单对单的话 她有把握解决对方 可需要一点时间 而现在缺的就是时间 此周那一团团迷雾已经变得很浓郁了 迷雾翻涌的也越来越猛烈 在巧云身后 那一队原本纠缠她的先缘位 此刻死的只剩下一个小队长 剩下的几个全被出勤和若燕击杀 这也是他们两个刚才没来插手战斗的原因 先缘位必须得有人负责拦下 否则很麻烦 直到这时 出勤才有空打量另一边战场 入目所见 心头一惊 前方街道上 风花院二十多人死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处境也不是很好 先缘位困敌 那胖灵体负责杀敌 双方配合得亲密无间 她心头悲凉 搞不清楚局势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 为了对付那路一夜 她可是带了二十多人一起前来 怎么就被先缘位给搅局了呢 满心不甘 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出勤红着眼 一声令下 撤 听得她的号令 那些本就不愿与先缘位继续起冲突的风花院修士们纷纷往后退去 先缘位嫌尾追杀不停 渐行渐远 也就是在她喊出那一句话的同时 陆夜以持刀扑杀了上去 她原本就打算去风花院那边报仇的 眼下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 岂能让他们轻易退走 其他人陆夜懒得理会 面前这三个女子必须得留下 尤其是这个叫巧云的白胖女子 这个体羞属实有些难缠 不把她杀了 很难去杀其他人 眼前就是个机会 因为出勤下了一道错误的命令 提刀上前 陆夜对着巧云一刀直刺过去 吃过刚才的亏 巧云在面对陆夜的时候也不敢大意了 抬手一掌就朝刀身拍来 这一掌拍了个空 陆夜中途已收刀再刺 眼见刺来的长刀上灵光爆闪 巧云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这关键时刻 若烟杀了出来 替她挡下了这一刀 这还没完 出勤也从另一侧杀出 那个纠缠他们的先人魏小队已经全灭 三人联手 陆夜立刻节节后退 哪怕有依依在一旁帮衬 也应对的有些捉襟见肘 身上一道道御守灵魂不断闪灭着 挡下三女的联手攻击 走 出勤低喝 虽然他们此刻以三第二占据上风 但她也看出来了 想要杀陆夜还需费一些手脚 现在他们要做的不是杀陆夜 而是尽快找个地方夺起来 千元城将有大便 此地不宜久留 这也是她刚才让门下修士撤走的原因 巧云转身就跑 若烟也虚晃一招 逼退陆夜 跟出勤一起顿逃 陆夜在他们后方紧追不舍 离开前还不忘收回自己的两道玉器 放进储物袋中 一追一逃 四道身影在房屋上不断起伏着 出勤奔逃时不忘回头去看 神色逐渐惊恐 指引陆夜后方 十几个仙元尾竟然追了过来 可以确定这十几个仙元尾就是刚才伏击他们的那一批 因为那个胖灵体赫然在裂 这些仙元尾不是应该被门下修士引走了吗 怎么会追过来的 出勤着实有些想不通 他原本还打算陆夜再敢继续追就停下来跟他决一死战 此刻这个念头也只能掐灭 这个时候再跟陆夜起什么冲突 谁都没好果子吃 不过他很快想到陆一夜在身后 仙元尾哪怕追上来 也会先对付陆一夜 有这家伙挡着 他们三个就没危险了 几个小队长级别的仙元尾和刘三宝的速度 无疑比普通仙元尾要更快一些 少请刘三宝仰手 三道灵光越过陆夜潮出勤打去 不但他出手了 那几个仙元为小队长也一起出手 几道灵光灿灿的副陵所紧跟着打出 秦师姐小心 若烟低呼 手中那夸张的长刀舞动 挡下刘三宝的攻击 小云在奔逃之中也闪身挡在出勤身后 对着后方一拳轰出 沛然气血几乎凝为实质 将几道袭来的副陵所统统打散 然而被这么一纠缠 更多的副陵所朝他罩了下来 巧云只能不断挥动双拳 拦下那些副陵所 陆夜迅速逼迫而来 快走 巧云怒吼着 转身朝陆夜迎去 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不掉了 出勤和若烟谋子颤抖着 强压下回原的念头 身形起月间迅速远去 不是他们愿意抛弃同伴 而是再不走 连他们两个都走不掉 好在与仙缘未交锋 只要不反抗激烈 一般没什么性命之忧 只会被押入仙缘城的地牢中 以巧云的肉身强度 撑到离开应该没什么问题 至于那路一夜 大概率也跑不掉 他不是体修 被押入地牢 必然没有好下场 眼看着出勤和若烟远去 陆夜有心继续追击 可巧云那本就肥瘦的身子 在这一瞬间又膨胀了一圈 好似一个肉山 不管不问地朝他撞来 这般威势 若是被撞中了 哪怕催动玉手都是白北 不过他并没有闪躲 而是抬刀朝那肉山披下 刀锋砍中巧云的同时 重压铃文加持 巧云当即闷哼一声 身子一矮 险膝跪倒在地上 而陆夜已顺着那冲撞的力道朝后飞去 落在石杖外 握刀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刷刷刷 刺周先人未落下身形 将两人包围的密不透风 巧云却笑着 望着陆夜 被肥肉堆积到几乎看不见的毛子 终满是得意 这下你跑不掉了 陆夜一边活动手腕 一边表情怪异的看着她 不知道这女人在得意什么 巧云高呼道 我不反抗 不要杀我 拿下 一个先人未小队长高喝 四面八方一道到复林所朝巧云当头照下 将她捆得严严实实 巧云的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她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千人未只对她出手 竟没理会那个陆一夜 不但如此 那陆一夜还提着刀 一步不朝自己走了过来 整个过程 四周的先人未都面无表情 仿佛没看到一样 陆夜走到她面前站定 盘山刀微微抬起 刀尖对准了巧云的胸口 不怕死的 陆夜见过不少 但这么上赶着找死的 还是头一次见到 巧云的表情惊恐了 仙人未为什么不击拿你 第二百六十六张敏记着 庄丰瑞加持的盘山刀直直刺出 哪怕巧云已拼命抵挡 这一刀也直接贯穿了她的心脏 将死之期 巧云默然像是明白了什么 难以置信的望着陆夜 你们是一伙的 没道理 仙人未只对付她而不对付陆夜 而且之前封花院的埋伏 也被仙人未给破坏了 若不是那些仙人未突然冒出来 此刻这路一夜早被出情 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结合此前种种 巧云只要不是笨蛋 都能猜到事情的真相 这让她感到惊恐 一个外来的修士居然跟仙人 仙人未搅和到一起去了 这个消息必须得传出去 她艰难抬手 想要点像自己的战场印记 贯穿她心脏的盘山刀上 又一抹光滑闪过 豪刺灵魂加持之下 一根根尖锐的灵力长刺 在她体内爆开 巧云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 眸中的神采迅速消失 琥珀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跳上陆夜尖头 刚才大战她一直没有现身 躲在暗处控制自己的昌灵 哪怕只是下达简单的命令 那些昌灵也是需要控制的 四周的仙人未纷纷化作灵光 围入她体内 只剩下一个依依 围了副灵所的束缚 巧云纳肥朔的身子轰然倒地 陆夜将她腰间的储物袋收起 迅速朝前方窜去 此刻街道上 房屋顶上 一团团迷雾翻涌着 引有莫名的气息从那迷雾之中透出 陆夜才跑出没几步 附近一团翻涌的迷雾之中 便忽然冲出一个人形模样的东西 这场面让陆夜感到一场眼熟 她每次去慎静淬炼自身刀数的时候 那些修士就是从迷雾中这么冲出来的 杀了一个又来一个更强的 直到陆夜无力抗拒 此刻从迷雾中冲出来的人形存在 完全被雾气包裹着 看不清容貌 甚至不变男女 跟在圣境中遭遇的一模一样 见此情形陆夜愈发确定 自己得到的稀果盒 跟着无量甚尽有莫大的关系 至于到底是什么关系 暂时还不知道 她有意试探一二 所以转身一刀朝那人形存在披落 对方只展现出七层镜的灵力波动 挡不下这一刀 直接被劈成两半 化作雾气消失不见 但紧接着便又有一个人形存在 从那翻涌的迷雾中冲出 气息比方才要强大一些 陆夜转头就跑 确定了 这些人形存在和翻滚的雾气 跟通过稀果盒进入的 圣境中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杀之不绝 展之不尽 是完全无法敌对的存在 冲进附近一栋建筑 迅速关上房门 然而那迷雾却无视了房门的阻隔 追了过来 陆夜安骂一声 信到果然只有那些门外悬挂灯蒙的屋子 才可避难 天机商蒙买来的情报是没错的 她又一刀劈出 将拦在前方的人形存在斩碎 冲上街道急速前行 街道两旁 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团迷雾在翻涌 陆夜一旦从旁边路过 便有那人形存在从雾气中冲杀出来 追击不停 身后的追兵越来越多 逐渐汇聚成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 这样逃下去不行 因为沿途会惊动其他雾气团中的人形存在 到时候追兵会越来越多 哪怕他现在有一些仙人未可当帮手 也决然抵挡不住 一一 陆夜开口 同时朝他伸手 一一心领神会 将之前打扫战场收集到了的储物袋都交给陆夜 然后自己一头扎进琥珀的体内 陆夜又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一个木制的手镯 这赫然是一件灵器 催动灵力灌入其中 拐过一个弯 几分中的陆夜忽然顿住身形 将手镯往手上一套 煞时间 一层圆形的涟漪自手镯中荡出 涟漪漫过陆夜的身子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陆夜整个人迅速变得扭曲 继而隐匿 追击而来的人形存在们迅速赶至此地 然而前方已没了陆夜的身影 这些迷雾中走出来的存在无头苍蝇一般在原地转了一会 陆续散去 陆夜没动 不但没敢动 而且还极力收敛自己的呼吸 甚至就连一身灵力的流转都压制到了极限 唯恐露出什么破绽 手中的灵器是云夫人给他的 当初得知陆夜要进内圈历练 云夫人一共交给他两件东西 一件是九戒图 可用来杀敌困敌 一件便是手中这个敏忌灼 用来自保 九戒图是灵宝 考虑到陆夜修为不够 所以云夫人将这件灵宝的威能封印了九成 如此 才能勉强催动九戒图的威能 敏忌灼不是灵宝 他的品级有些不太好划分 但不可否认 他是一件极为特殊而有用的灵器 他可以让陆夜如眼下这样 做到隐秘的效果 这是云夫人用一种极为珍惜的灵木心 以隐秘灵魂为核心 其他几道灵魂为辅 打磨出来的宝物 其价值之高 难以估量 九戒图杀敌困敌 敏忌拙必敌自保 由此可见 云夫人为了陆夜也是操碎了心 是真的希望他能平安 以后继承自己的一波 隐秘知识并不算稀奇 修为高深的鬼修 就可以做到将自己的身形隐秘 但那是通灵幽明的结果 除了鬼修之外 其他派系的修士很难有这种手段 除非动用珍贵的灵符 有一种灵符叫隐秘符 不过那东西不但贵 而且很稀少 就连天机宝库中都没货 当然 这种隐秘的手段并非无解 修士都有自己的感知 实力越高 感知就越强 鬼修们确实擅长隐秘刺杀 可只要自身感知足够强大 自然可以感知到那些隐秘了行踪的敌人 云夫人赐予的敏忌着非同凡响 唯有一装不好 催动这灵器的功效之后 陆叶不能移动 所以陆叶之前一直都没用上这东西 这一次若不是逼不得已 他也不会随便动用 此刻若是有什么人对着他所在的位置施展一道大范围的竖法 那么他肯定要暴露行踪 好在这次对付的是那种从迷雾中冲出来的人形存在 他们跟那些普通的仙缘味一样 都是无私无至的存在 等那些追兵散去之后 陆叶才显露身形 急速朝前方奔去 路上又引动不少追兵 而且原本随处可见的仙缘味们此刻也不见踪影 好像仙缘味也在躲避着这些迷雾中冲出来的人形存在 跑出一劫 陆叶顾忌重施 隐匿身形 摆脱追兵 然后再继续前行 如此几次之后 他终于看到了一盏悬挂的灯笼 三两步冲到那建筑前 抬手推门 剑步入内 才刚关上房门 一道巨大的阴影就将他遮蔽 有莫大的威胁当头照下 陆叶抬刀便斩 叮当一声 仿佛斩中钢铁 火星刺剑 抬眼时 见到了一道宽大的身形站在自己面前 一只蒲扇大的巴掌朝自己拍了下来 这巴掌落下的速度不快 但竟卷起了风压 可见这一掌的威势 陆叶眼角跳了一下 只觉倒霉透顶 今天遇到的体修 一个比一个不正常 之前那个叫巧云的女子也就罢了 一身肥肉 砍都砍不烂 眼前这个更过分 陆叶刚才加持风锐的一刀 并非斩中什么钢铁了 而是斩在人家的胸膛上 可也只留下一道白银而已 如果说巧云的防护是借助自身的肥肉层层削弱的话 那眼前这个就是硬抗 没什么道理可讲 巴掌拍下时 敦伏在陆叶肩膀上的琥珀阿呜叫了一声 巴掌忽然停在了陆叶头顶上方 风压卷起陆叶的头发 陆叶手中的盘山刀也定格在对方的眼前 铁塔般的汉子看了看琥珀 又看了看陆叶 收回巴掌 挠了挠头 一道竖法忽然从旁袭来 陆叶正要躲闪 站在面前的男子以一巴掌朝下拍去 那脸盆大的火球 就这么被人家一巴掌拍散了 陆叶甚至没感觉对方催动气血和灵力 也就是说 人家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肉身做到了这件事 这等肉身强度简直害人听闻 句假一个愤怒的声音响起 认识铁塔般的汉子憨憨地回了一句 陆叶抬眼朝一旁望去 见到那边一个小胡子修士 刺目相对 小胡子啊呀一声 原来是你们啊 我还以为是万魔领的人来了 误会误会 对不住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 可神色却没有丝毫歉意 陆叶盈有种感觉 刚才若不是去假忽然收手 那小胡子法修才不会管自己是浩天蒙还是万魔领的 肯定先弄死再说 沙童阵营的修士 也是有功勋可拿的 空气中有淡淡的血腥气 说明这里死过人 淡淡的偏了那小胡子一眼 陆叶收刀归翘 小胡子笑着迎了上来 这位道友 咱们可真是有缘啊 居然在这里又碰面了 嗯 陆叶淡淡的应了一声 左右看了看 寻了一个角落走过去 盘膝坐下 具甲凑了过来 有些担忧的看着琥珀 两只眼睛瞪的跟灯笼似的 无他 还残存的仙人卫们正在汲取琥珀的力量恢复自身 这就导致琥珀看起来有些萎靡 需得大补 第267章陆一叶必死无疑 陆叶搞不清楚 具甲跟琥珀怎么就看对眼了 之前在山谷那边就是 明明才第一次见面 这一人一兽却很亲近 对那小胡子法修 陆叶不是很喜欢 可具甲这般憨厚的性格 很难让人生厌 网口中丢了几粒灵丹 胡轮而下 又给琥珀喂了几粒 功法切换 腹内嗡鸣 这仙人诚可真是凶险 脚胡子法修走到门口 透过门缝朝外打亮 又是仙人喂 又是迷雾 这一次可不知要死多少人 他转过身 望着陆叶 笑咪咪地道 道友这是遇到敌人了 陆叶此刻看起来颇有些狼狈 主要是之前跟风花院那几个人交手 让他消耗不清 而且身上也有一些轻微的伤势 八层镜孤身一人在这里还是差了点 道友要不要考虑下与我一起行动 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不必了 脚胡子呵呵一笑 道友不忙拒绝 考虑考虑再说不迟 他虽是笑着说出这句话 可话里话外境有些威胁的意思 而且他此刻就堵在门口 看似是来探查外面的情况 实则有何用意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小胡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占卜中陆叶拒绝他的拉拢 只是因为彼此不熟 之后此人又去拉拢别人 可直到无量圣禁开了 他也没拉拢来任何一个人 由此可见 这家伙的风平不怎么样 搞不好有过什么劣迹在前 所以才没人跟他合作 另外刚才陆叶冲进来的时候 仓促坚与巨甲交手 不过在巨甲看到琥珀之后 就立刻停手了 反倒是这小胡子还朝自己轰来一个大火球 他后来说是误会 可真就误会吗 秋氏的眼力是很强的 尤其他还是一个九层镜法修 哪怕第一时间没看清自己的模样 随后也能辨别出来 但他依然轰出一个大火球 这无疑说明了一些问题 这家伙怕不是想杀人夺宝 陆叶暗暗揣测 哈哈哈哈 等到有考虑好了再跟我说吧 就在陆叶那么想的时候 小胡子法修的笑容忽然亲和了许多 从门口处走开 又招呼巨甲一声 别玩人家的受宠 巨甲回来了 我巨甲闷闷嘀了一声 粗大的手指从琥珀脑袋上抬起 外部跟着小胡子法修走进里间一间屋子 盘西落座 小胡子的表情惊疑不定 有些吃不准陆叶到底是个什么人 方才他几乎已经准备要动手了 他不是第一次杀同阵营的人 对他这样无依无靠的散修来说 什么浩天猛 什么万魔领都是假的 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真的 一路从最底层爬过来 他早已看穿了这个修行界的真实面目 那就是弱肉强食 之所以没有动手 一是因为巨甲对那边的态度 有些耐人寻味 第二原因是他忽然看到 陆叶腰间挂着很多储物袋 就是一般情况下只会带一个储物袋 带两三个也有 各种东西分门别类的储藏 方便寻找取用 那少年腰间的储物袋 只怕有十几个 这就很不正常了 更何况 那许多储物袋上 还有新鲜的雪字 这才是小胡子改变心意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散修 他深知一个道理 那就是绝不能以别人的修为高低 来评断人家的实力 这世上有些人修为不高 可实力极强 这世上还有一些灵气 可以遮掩灵力波动 隐藏修为 他吃不准露夜的底细 哪敢贸然动手 因沟里翻船这种事 是他一直以来极力避免的 但不管怎么说 那个八层近少年都不是好惹的家伙 他才不信人家只是运气好 捡到这么多储物袋 这世上就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那时几个储物袋 着实让他有些眼馋 想了想 抬手点在自己的战场印记上 传讯一道给巨甲 巨甲一无所知 只顾埋头大吃 脚胡子捅了捅巨甲 又指了指他手背 巨甲这才反应过来 低头查探 然后摇头 脚胡子瞪眼 摇头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问巨甲为何那么喜欢人家的受宠 这也摇头 这傻大哥蠢的没救了 喜欢的话 咱们抢过来怎么样 脚胡子又传讯过去 不好 巨甲没传讯 而是开口回应 还摇晃脑袋 脚胡子气得干疼 若不是巨甲实在太好用 他早一脚僵肢踹开了 被小胡子凶巴巴的瞪了一会儿 巨甲知道自己怕是又做错了什么 挠挠头 低头继续吃起来 很快表情变得无忧无虑 隔着一道墙 路夜一边恢复自身 一边破解储物袋的禁制锁 十几个储物袋挂在腰上也挺难受 至于小胡子刚才可能展露出来的恶意 他没怎么放在心上 对方若真敢对他出手 那是自寻死路 十几个储物袋没花一个时辰就破解完毕 毁了一个 主要是路夜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破解的时候急切了一些 将里面有用的东西转移出来 空的储物袋便丢了 没找到什么让人在意的好东西 一般来说 修士的储物袋确实找不到太好的宝物 大多数修士都是有根基的 真正的好东西会被他们留在宗门驻地或者安全的地方 戴在身上的都是恢复和战斗之用的 也就路夜眼下居无定所 又有长辈爱护身上的宝物不少 古珀吃了几粒灵丹 稍稍恢复了 不过依然显得萎靡 路夜取出灵甲让他吸了一口 然后传讯一一询问那些昌灵的情况 得知之前一战昌灵死了大半 如今只剩下14个了 看样子回头还要补充昌灵 之前应对风花院的埋伏 昌灵发挥的作用太大了 当时那情况 如果没有昌灵 路夜只能逃跑 他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是那么多修士的对手 可是有昌灵驻镇就不一样了 风花院这次损失惨重 但他们肯定不会担心的 很可能还会来找自己 补充昌灵倒是不难 这里别的不多 先元位到处都是 只等外面的迷雾散去即可行动 补充好昌灵 然后主动出击 趁风花院那边没有完全集合 找到那出情弄死 目标一下子明确了 路夜稍有些郁节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与此同时 另一栋建筑内 七八个风花院的修士汇聚在此 各个都有伤在身 出情谋中溺满了仇恨 若燕轻声唾气 巧云死了 在他们撤走之后没多久就死了 跟预想中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他们以为那些先元位将巧云拿下之后 会押入地牢的 甚至连那路一夜也逃脱不掉 可巧云居然死了 巧云是风花院最强的体修 这个最强不是指修为 而是指同层次下的体魄 巧云因为自身体质的原因 他的体魄堪比那些 已经转修了天极功法的体修 若不是他的形象实在太有爱观瞻 住地镇守使得位置非他莫属 可以说巧云是风花院不可多得的人才 因为风花院本身就很缺少体修 每一个体修都极为弥足珍贵 有巧云在 风花院的住地固若金汤 每次与浩天蒙那边发生冲突 巧云都是一马当仙 顶住很多压力 可以说失去巧云 绝对是风花院难以承受之痛 哭什么 出秦力喝一声 若燕的唾气戛然而止 身为修士 生生死死在寻常不过 你我或许也有这一天 有力气哭 还不如想想如何好好活下去 若燕强忍着心中的悲痛 吸了吸鼻子 出秦拍拍他的肩膀 那路一夜肯定也难逃一死 咱们这次的任务好歹算是完成了 并非一无所获等迷雾散了 去收敛巧云的尸体 割下那路一夜的人头 带回去以祭师弟师妹们的在天之灵 嗯 若燕重重汗手 出秦转身 泪水无声的滑落 另一处建筑中 神隐宫的寄言伸手符额 头疼万分 无他 古生羊被仙元位给抓了 此刻就扣押在地牢之中 也是古生羊倒霉 刚落进这仙元城 还没回过神 就被一对仙元位给围了 他虽奋力反抗 怎样双拳难敌四手 当场就被拿了 据远远看到那一幕的师弟所说 古师兄当时的表情绝望极了 若是其他人被抓也就罢了 关键古生羊是神隐宫的镇首使 而且他还不是体修 被押入地牢之中大概率 没什么好下场 如今的神隐宫可以说是群龙无首 哪怕戒严已经及时站出来撑场面 威望上显然是不及古生羊的 他现在只能尽量聚集人手 等迷雾散去之后 看能不能去地牢那边 将古生羊给营救出来 但他也知道 这个机会不大 因为地牢那边是先缘为重兵把守之地 以前别人不是没试过劫狱 可从来没人能闯入地牢内部 陈颖公要面对的不单单只有这些 还有来自赵日山和风花院的敌意 若是叫他们知道这边的计划 肯定会阻扰 陈颖公以一敌二根本不是对手 既然现在很头疼 古师兄啊古师兄 你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第268章我会砍人 房间中小胡子修饰 偶尔会跑到门口 透过门缝打亮外面的情况 应该是想看外面的迷雾 有没有散去 陆页没理会他 自故恢复着 从天机商萌那边买来的预检中记载 这迷雾每次持续的时间不定 短则一个时辰 长则一两日 没个准头 直到半日后 小胡子一翻查探 忽然喊了一声巨甲 身形宽大的巨甲 穿着一件破麻衣 半场着胸膛的巨甲从里面走出 小胡子冲木叶拱手道 道友 我们先走一步 后会有期了 他之前忍了又忍 最终没敢对陆叶下手 说完之后 带着巨甲走出房间 一高一挨两道身影很快消失 等他们走后 陆页才站起身来 来到门口朝外打量 确定那迷雾已经散去 便也离开 他要补充琥珀麾下的昌龄 同时顺道寻找出秦等人的踪迹 陆页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能不能把昌龄都替换成小队长级别 或者留三宝这样的特殊昌龄 普通的先元位转化的昌龄战斗方式太过死板 很难发挥出他们本身的实力 小队长级别的要好很多 留三宝就更灵活多变了 转化成昌龄之后 他确实没有自己的思想 但只需琥珀给他下达命令 他就可以完美执行 比起普通的先元位要好用很多 不过留三宝这样的昌龄并不多见 所以还是要以小队长级别的昌龄为主 迷雾散去之后 先元位和躲藏起来的修士们也活跃起来 陆页路走过 很容易能感受到附近有交手的波动 每片刻就遇到一对先元位 还不等这对先元位动手 这边就已经先发至人 片刻后 这一对先元位全被拿下 昌龄的数目又增加几个 虽然决定将所有的昌龄都替换成小队长 或者留三宝这样的 但这种是可以慢慢来 先保证昌龄的数量要紧 路上偶尔也会看到那种挂着灯笼的建筑 陆页自是兴致勃勃地搜索一番 期望能碰到与刘三宝类似的存在 可惜皆都一无所获 如此看来 刘三宝这样的特殊灵体 在先元城中数量也不多 一个时辰后 昌龄补充完毕 陆页让琥珀放出一个昌龄来跟随自己行动 他想试验一个事情 走步多时 迎面一对先元位走来 跟着陆页那个昌龄立刻催动附灵锁 将陆页捆覆起来 继续前行 彼此的距离不断靠近 然后擦肩而过 那迎面走来的先元位看都没看他一眼 真有用 陆页眉头一扬 之所以要试验这个事 主要是陆页这边的计划完成之后 就不必再跟先元位发生无谓的冲突 杀那些先元位一点好处都没有 还白白浪费力气 如今能借助几方的昌龄做出一副背琴的假象 欺骗那些先元位 就可以在很多时候避免战斗 不过现在还不行 要等所有的昌龄都替换成小队长 正这么想着 附近建筑内忽然窜出几个修士 为首一个二十出头的南修上下打亮陆页一眼 开口道 道友还尽量出印记 陆页瞧了他们一眼 催动手背上的战场印记 印记处立刻绽放蓝光 插了 那修士一挥手 几人立刻摆出攻击的架势 然后他们就惊恶的看到束缚住陆页的副灵所收回 一道道如鬼魅般的灵体 从敦伏在陆页尖头的琥珀身上飘出 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 就被众多妇灵所捆了个阶阶时时 陆页活动了下井伯 走到那南修面前 徐徐拔出腰间的盘山刀 那人吓傻了 难以置信的望着陆页 你怎么能控制先元位 正是因为看到陆页被先元位给擒了 他们才会跳出来拦路 若是自己人 那自然是解救一番 壮大几方的力量 可若是敌人 那就对不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世上居然还有人能控制先元位 知道枫花院的出勤在哪吗 不知道 那你没用了 长刀斩下 鲜血飞剑 陆页又走到第二人面前 问出同样的问题 知道 你发天机事 我 我不知道 片刻后 地上几具尸体横城 陆页收了他们的储物袋 这几人应该不是枫花院的 因为一个女子都没有 要么是万摩岭那边的散修 要么是赵日山的人 自然不清楚出勤的下落 话说回来 假装被先元位所勤这一招还真好用 不但能欺骗其他先元位 还能顺便钓鱼 陆页都想一直这么干下去了 考虑到被傅林所捆着不方便应对突发的危机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继续前行 碰到先元位便拿下其中的小队长 将普通的昌林替换掉 偶尔还遇到其他一些成群结队的修士 免不得会有一些战斗 但眼下陆页三十多昌林在手 那些修士根本不是对手 本以为敌人只有一个 结果一下子蹦出来三十多个 惊喜直接变成了惊吓 收获的储物袋倒是越来越多了 也有遇到浩天蒙的人 从那些人口中陆页得到了一些消息 赵日山和风花院的修士正在集结 显然是想趁此机会将进入此地的浩天蒙修士一网打尽 这一次进仙元城的修士中 万魔岭的人数要比浩天蒙多上百人 多出来的主要来源于赵日山的修士 所以现在神隐宫那边很难受 而浩天蒙这边的散修破于压力 都在往神隐宫那边集结 可以预见用不了多久 两方修士就会有一场交锋 这一场交锋的胜负 将决定未来两方阵营修士的生死 一旦万魔岭两家势力在这场交锋中占据优势 势必会对昊天蒙的人赶尽杀绝 昊天蒙原本也应该有两家势力进入此地的 只可惜那个叫凌云殿的势力的人还在路上 无量圣镜就已经开了导致他们没能进入 那些昊天蒙的修士见陆叶孤身一人 自是劝说他跟随一起行动 陆叶拒绝了 与其他号天蒙的人会和固人安全 可真等万魔岭那边准备妥当就晚了 他眼下看似孤身一人 实则手下三十多个昌林 只要不遇到太多敌人 都可以应对 孤身一人更自由一些 还可找机会削弱万魔岭那边的力量 他这一路行来 杀掉的万魔岭修士可不少 而且 他将麾下昌林全部替换成小队长的计划还没有完成 一栋三层建筑前 陆叶驻足 这建筑前挂着的灯笼不止一个 而是挂了一排 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堂 正门上方还有一个破烂的匾额 匾额上人本是什么字已经看不清了 只有最后一个楼字还有些痕迹 勉强可以辨认 陆叶推门而入 屋内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 房间内看不出原本是什么摆设 此刻显得很杂乱 还有老旧的楼梯通往二楼处 在一楼搜寻了一下 什么都没发现 陆叶又走向二楼 进入二楼的同时 陆叶就眼前一亮 因为这里居然有一个灵体 这种藏身在仙人城内的特殊灵体 陆叶迄今为止就见到刘三宝一个 这家伙在战斗中的表现没话说 发挥出来的作用 比那些小队长要强上好几倍 面前这个灵体是个女子 面容娇好 表情柔柔弱弱 穿着有些伤风败俗 怀里还抱着一个琵琶 陆叶没觉得对方看起来柔弱就好欺负 因为在那女子灵体的附近 躺了三具尸体 也不知道是哪三个倒霉鬼 看她们死前的状态 显然没少遭折磨 因为她们蹊跷之中都溢出了鲜血 凝固在脸上的表情都很痛苦 察觉到动静 柔弱女子羞答答地抬头看了陆叶一眼 两只毛子似韵了一层水雾 勾魂夺魄的美丽 她倾起朱唇 语气温柔似水 客人会淫湿吗 这些藏身在仙人城中的特殊灵体 每个人生前都有自己的执念或者是喜好 刘三宝是赌徒 所以陆叶进了她的屋子 她要跟陆叶对赌 直到把命赌上 赌局才算结束 一般情况都是刘三宝会赢 这个女灵体的执念就有些怪了 上来就问陆叶会不会淫湿 不会 那你会作对吗 也不会 那客人会什么 我会砍人 陆叶抬手抽出了盘山刀 对方体表的灵光比刘三宝还要浓郁 这怕是个天级八层甚至九层的灵体 仙缘成果然卧虎藏龙 女灵体看了一眼盘山刀 并没有因为露夜的无礼而动怒 只是温柔一笑 不过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琥珀体内飘出一个又一个仙缘位 眨眼就将房间充斥的满满当当 音音音 女灵体率先发难 笑容变成了哭脸 还有泪水从眼睛中流出 看起来好伤心的样子 无形的力量扫过二楼 一众仙缘位竟是体表灵光狂闪 就连露夜都感觉脑袋一沉 露夜心神一领 这是音功 是能借助声音传递的攻击 她只听闻从未见过 她想抬刀 可在女灵体的哭声中 竟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臂 第269章音音音 附近的仙缘位们更是不堪 就连刘三宝都露出痛楚的神色 吼 浮在露夜肩膀的琥珀一声唬 关键时刻 还得琥珀出马 那一声吼 压制住了女灵体的哭声 甚至把她给吓猛了 直到这时她才注意到 琥珀的与众不同 美眸打亮 露出忌惮的神色 琥珀一窜出 对着女灵体便张口一吸 女灵体见识不妙 抬手在琵琶上一弹 将琥珀击飞 翻了好几个跟头 一一顺势冲出 对着那女灵体便是一道竖法 陆夜同时上前 一刀劈下 女灵体挡住了竖法 围挡住陆夜这一刀 提表灵光一闪 趁此机会 四周昌灵人齐齐动手 一道道 傅灵所朝女灵体捆住 刘三宝更是打出了自己的三粒头子 女灵体修长的手指勾住琵琶的几根弦 猛的一拉一扯 朝她飞去的傅灵所大半定在半空 剩下的全部崩碎 音音音哭声再起 吼 琥珀再次冲她咆哮 这次的声音比上次更大 肉眼可见的气浪对着女灵体冲击过去 让她立刻露出痛楚神色 音音之声也戛然而止 陆夜顺势就十一刀劈下去 音音 吼 陆夜又十一刀 音 还一刀 女灵体真的哭了 怀抱着琵琶缩着脖子 可怜巴巴的看着陆夜 豆子大的泪水不断滑落 这次的客人不好接待 不淫湿 不作对 还吼她 砍她 片刻后 琥珀将被折腾的没脾气的女灵体吞噬 转化昌零 龟下又天意猛将 陆夜心情大好 让琥珀将女灵体放出来 不出所料 女灵体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跟刘三宝一样 只有九层镜的程度 她 某中已没了原本勾魂夺破的光芒 此刻呆呆的站在那里 怀里抱着琵琶 明显有些呆至死板 依稀可见原本的柔弱 这是被转化成昌零的弊端 可以说只要被琥珀转化为昌零了 无论之前有没有灵智 之后都没有了 陆夜打亮她怀里的琵琶 这东西跟刘三宝的头中是类似的存在 陆夜原本以为是灵器 后来才发现不是 无论是刘三宝的头中又或者是面前这个琵琶 都更像是他们原本力量的巨线 跟他们本身一样 非虚非识 清点了一下昌零的规模 除了依依 数量依旧是31个 其中两个特殊昌零 剩下有15个小队长 14个普通先元位转化的昌零 这样的力量 比起之前要强大太多 若是之前出勤带人埋伏自己的时候 自己有这样一批昌零 那些人一个都跑不掉 忘记问那女昌零的名字了 算了 就叫她琵琶你好了 陆夜心想 继续探索 一个时辰后 陆夜站在一栋高墙大院前 望着门口挂着的灯笼 推门而入 这样的大城之中能有这样一座院子 可见原主人在仙原城中地位 不低 进入其内 四周隐约可见小桥流水的痕迹 陆夜的目光一下 被院子某处的一抹红色吸引过去 那边一座鞦韆上 一个窈窕的背影正背对着她 陆夜顿时有些心花怒放 只觉得自己有些运气爆棚 之前一直都找不到 刘三宝和琵琶女这样的特殊灵体 这么一会功夫居然就碰到两个了 看样子仙原城中的特殊灵体 也没自己想的那么稀少 之前没碰到要么是运气不好 要么是被进来的修士给杀了 鞦韆轻轻摇摆着 那坐在鞦韆上的女子红裙都拖到了地上 陆夜正要让琥珀把昌灵门放出来 跟对方好好沟通一下 身子忽然变得僵硬 她揉了揉眼 仔细朝那红裙女打量 确定自己没看错 连忙抬手 捏住了琥珀的嘴巴 琥珀似是想打哈欠 然后她一点点滴往后挪动身子 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 哼 背后的大门忽然合拢 发出声响 陆夜合身就那门上撞去 结果撞得结结实实 这腐朽的大门看起来一碰就碎 却将她拦了下来 灵力涌动 陆夜背后流淌出火红色的灵力 双翅一阵便要冲天而起 她准备翻墙出去 然而身子就像是定在原地一样 根本动弹不得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她禁锢 就连一身灵力都凝制了 背后的羽翼消失不见 冷汗刷地一下从额头流了下来 陆夜盯着那红裙女 只觉莫大危机将自己笼罩 她忽然体会到那些被她弄死的万魔领修 是惊喜变成惊吓的心情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太刺激 刚才看这红裙女体表的灵光的时候 陆夜就感觉不对 因为她居然看不到对方体表的灵光 这种情况 她只在三人身上遇到过 一个是水渊师姐 第二个是长教 第三个是云夫人 这三人 一个是真狐镜 两个是神海镜 因为彼此实力差距太大 所以陆夜根本看不透她们的灵光 这也是陆夜第一时间要退出去的原因 因为这个红裙女集有可能是她不能招惹的存在 哪怕有昌灵也不行 当然 没有灵光也可能是因为对方没有任何力量 那些没有修行过的凡夫俗子就没有灵光 可是在这仙缘城中的灵体 会没有力量吗 退一步说 她若真没有任何力量 陆夜将她转换成昌灵也没用 可如果她有力量 那事情就恐怖了 当她要退出去的时候 还是晚了 门户被封 灵力被禁 陆夜甚至没看到人家有动手的痕迹 自始至终 那红裙女都安静的坐在秋千上 轻轻摇晃着 天机伤盟的情报也不是那么可靠 最起码 陆夜从那些情报中没看出 有提及仙缘城有这种恐怖的存在 她们的退前 悠悠的歌声忽然响起 声音虽轻 可就像是在耳边歌唱 直击心灵 陆夜紧张的神色平稳下来 因为她知道面对这种难以力敌的恐怖存在 任何反抗都是毫无意义的 尖元城这些特殊灵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前的执念和喜好 留三宝要赌 提怕女要吟诗作对 面前这个红裙女忽然唱起了歌谣 陆夜心中暗暗揣测 难不成这红裙女要跟自己听她唱歌 又或者跟她对歌 唱得好了便放自己一马 对方没有第一时间冲自己出手 只是将自己禁锢在这里 那就说明还有一线生机 接下来就要看怎么去应对了 陆夜静下心神 仔细聆听 万一回头人家问她刚才唱的什么 答不上来 那死的多冤枉 听也听不出什么名堂 只能感觉到那歌谣旋律的忧怨悲伤 至于歌谣中唱的是什么 陆夜是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不知不觉间 陆夜已被莫大的悲伤所笼罩 那悠悠的歌声似乎在讲述一个离别的故事 良人一别 千年未归 独留痴情人望眼欲穿 不知过了多久 那直击心灵深处的歌声才忽然消失 陆夜还沉浸在那悲伤的氛围之中 哪怕她知道自己被红裙女的歌声影响了 一时半会也难以从那氛围中走出来 摇晃的鞦韆停了下来 悠悠的声音响起 你们看到汤圆了吗 姑娘是想吃汤圆 陆夜吸了吸鼻子 爱想这可有些难办 她储物袋里有不少吃食 但最多的是肉干 汤圆这东西压根没有 红裙女背对着她 摇头道 汤圆是纸猫 不曾见到 沉默了片刻 红裙女开口 你们能帮我把汤圆找回来吗 外面很危险 我有些担心她 好 那多谢了 不客气 空 紧闭的大门忽然打开 陆夜果断往后跃出 迅速走出大院 空 大门又关上 隐约有歌声从里面传出 风行灵魂加持 陆夜迈足飞奔 只跑出两条街道 这才停下身行 大口喘息 一一从琥珀体内飘了出来 泪眼婆娑 显然也是被刚才的歌声给影响了 陆夜 我们要去找那只猫吗 找个 陆夜原本想说找个屁 但话没说完心头便是一跳 冥冥之中生出一种警照 自己寄答应了那红群女 如果暗地里阴凤阳违的话 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连忙逮口 找个猫还是很简单的 纳莫人生出的警照消你无形 这让她暗暗心惊 这才明白那红群女 为什么随便放自己离开 脑壳有些疼 这么大个仙缘城 自己到哪里去找纸猫 而且 到底有没有那只猫还难说 万一这城中根本没有哪只猫 这就是无解的局面 不对 自己只要去找就行 至于能不能找到 这不是她能控制的 想明白这一点 陆夜心中豁然开朗 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话说回来 这个仙缘城还真够古怪的 怪不得进入这些的修士都怨声在道 处处危机不说 还要应对那些特殊灵体的各种古怪要求 一个不小心 小命就没了 直到这时 陆夜才察觉到附近有交手的余波 而且听那边的动静 人数还不少 让一一躲起来 陆夜催动脸膝灵纹 收敛自身的气息 悄然朝那边靠近 第二百七十张终意无双 少请 一栋建筑的房顶上 陆夜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朝下方张望 下方的位置像是一片广场 广场上横着几具尸体 四周有不少修士围惧 数量不少 足有三十多人的样子 能汇聚出这种规模的队伍 必然是以进入这里的三家势力为主体凝聚起来的 从之前那些浩天蒙修士处得到的消息来看 浩天蒙的人并不聚集在这边 如此说来 这些人极有可能是万魔领的 果不其然 陆夜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叫若燕的女子的身影 出秦不在此地 也不知身在何处 被他们围攻的人陆夜也认识 正是前不久才跟他分开的巨甲 此时此刻 巨甲面下背上 蜷缩在地 随着一道道竖法和玉器的流光落下 他背上灵光狂闪 本就破烂的麻衣早已粉碎 露出筋肉球渣的背部 上面一道道血痕 陆夜看得心筋肉跳 之前与巨甲的短促交锋 他就见识过巨甲的恐怖体魄 加持了锋锐的一刀斩击 禁止在对方的胸膛上留下一道白痕 其体魄之强 超乎想象 也不知道他一个九层镜 怎么练就了那么强大的体魄 此刻望去 愈发让陆夜见识了巨甲的恐怖 因为那么多攻击落在他身上 竟没有将他杀死 这样的局面 任何一个九层镜体羞都是挡不住的 可巨甲偏偏挡住了 当然 这也跟万魔岭那边不是所有人都出手了有关系 可哪怕不是全部人出手 也有七八个人在围攻巨甲 巨甲面对那一道道攻击 并没有躲闪 只是硬抗 看他蜷缩的姿态 好像在保护着什么东西 陆夜凝神望去 见到他身下的身影 是那个小胡子法修 巨甲宽大的身形将小胡子法修遮掩在身下 承受着一道道攻击 不让那些攻击伤害到小胡子分毫 可看巨甲身下流淌的血水 小胡子法修好像已经凶多吉少 换句话说 他此刻在保护的 极有可能是小胡子法修的尸体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被围攻了 还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若燕忽然开口 巨甲加入风花院 今日你可不死 以若燕为首的这群人 是特意来找巨甲的 在进入无量圣境之前 初情就拟定了此行初期的两个任务 一是杀戮叶 二是杀巨甲 杀戮叶自是要为出血报仇 至于杀巨甲 这丝声名在外 体魄极强 不想办法把他杀了 万一让他被神隐公那边拉拢 就不好对付了 不但风花院的人在找巨甲 就连照日山的人也在找他 后续他们肯定要联手对付神隐公那边 所以得提前检除一些有威胁的强者 巨甲就是最大的目标 若燕这边发现了巨甲和小胡子法修的踪影 一场厮杀 小胡子法修先倒了 巨甲一时未死 最早就听闻巨甲的乐德 可当亲眼看到巨甲的强大体魄 若燕还是忍不住有些骇然 他本以为巧云在同层次体修当中 已经属于顶尖梯队了 可现在看来 比起巨甲要差的远 这让若燕起了招揽的心思 风花院这边体修的数量本就不多 最强的巧云还死了 若是能拉拢巨甲 那绝对是大功一件 传讯请世国初勤 得到他的认同 此时此刻 初勤正带着另一批人手 在赶路的路上 很快能与这边会合 风花院对待巨甲的态度很明显 能拉拢的话最好不过 拉拢不了就杀之 所谓得不到的就毁掉 巨甲 莫要明顽不灵 司马羊对你如何你心知肚明 入了风花院 绝不会有人在窥待你 司马羊 就是那小胡子法修的名字 巨甲这般天赋异禀的体修 没有人去拉拢吗 自然是有的 可以说自从巨甲展露出自己 这方面的天赋以来 就不断的有附近的宗门势力拉拢他 想要将他收录为门下弟子 这样的体修 收一个顶十个 但与他同行的司马羊 岂会答应 他们两个甚至没依附过任何宗门 因为如果选择依附 那就要听从别人的号令 这是司马羊万万不能接受的 传言说去假手下没有一条人命 这传言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确实真的 因为每逢战斗 都是巨甲冲锋在前 司马羊在后配合 将敌人打残打废了之后 由司马羊上前收割性命 获取功勋和种种好处 很久之前司马羊就发现一个问题 巨甲的修行速度远超于他 若不用这种办法 巨甲的修为会将他圆圆甩开 到时候他就没办法跟巨甲一起行动了 巨甲不杀人 就没有功勋 没有功勋 就没办法兑换天极功法 修为就会一直卡在普通九层镜 而司马羊则可以慢慢将修为追上来 同时积攒出足够的功勋 给自己兑换一本好的天极功法 只要两人这一次能从无量圣境走出去 那司马羊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天极功法了 以后再想办法给巨甲搞一部天极功法 两人依然是好伙伴 好兄弟 一起在灵溪战场打拼 这种事在附近修士的心中并非秘密 也曾有人暗地里跟巨甲说过这些 不过巨甲从来没在意过 因为他还很弱小的时候就跟着司马羊一起行动了 这也是司马羊之前想拉拢别人合作 却无人愿意的原因 臭名在外 谁愿意跟这样的人合作 别到时候被卖了 自私和贪婪终究埋下了隐患 司马羊大概也没想到这里无量甚进圆通的居然是仙元成这等兄弟 而且风花院和赵日山那边居然要先除掉他和巨甲 正常情况下 这两家势力首先要针对的应该是神隐公才是 一旦双方打起来 那他就可以带着巨甲在旁边找机会捞好处的 他最擅此道 秦宗暴露了之后 哪还有什么好下场 陆叶当时被围攻 若不是手下有足够的昌灵 恐怕也要隐恨当场 以三四十人的阵容来围攻司马羊和巨甲两人 风花院这边还死了几个 不是司马羊有多厉害 而是巨甲足够强大 陆叶之前第一眼看到巨甲的时候 发现他的灵光清澈的跟自己有一拼 那是因为巨甲的修为已经卡在九层近两三年了 这两三年来 他没有吞服过一粒灵丹 体内的灵力自然清澈精准 另一边 若燕却说无用 已然失去了耐心 他微微抬起一手 便要下令将去甲格杀于此 拉拢不了的敌人 自然没必要留下 抬起的手忽然顿住 若燕的眸子朝一个方向打亮过去 那边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房顶上 正居高临下地俯瞰过来 若燕的眸子收缩 迸发强烈的恨意 你果然没死 之前巧云死的时候 他跟初情推断陆业 应该也没什么好下场 然而等迷雾散去 两人去收敛巧云尸体的时候 却没发现陆业的尸身 那个时候出情便觉得陆业可能没死 他们两个搁带了一对人手 分头行动 一是搜寻巨甲 二是搜寻陆业的踪影 务必要赶尽杀绝 眼下巨甲已是穷途末路 这种时候 那个陆业居然也蹦了出来 明目张胆地站在那挑衅他 若燕木及返校 上次是因为有仙缘味搅局 所以封花院的埋伏才功亏一篑 这一次总不会还有仙缘味来搅局吧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忽有音音哭声从不远处传来 与此同时 四面八方冒出来一个又一个仙缘味 一道道妇林所从这些仙缘味手中打出 朝他们当头照下 琵琶女那音音的哭声是一种极为特别的音功 之前若不是有琥珀压制他 陆业和一群昌零还真拿他没什么好办法 转化为昌零之后 琵琶女的修为跌落 如今只有九层镜的程度 哭声威力大减 可这诡异的音功响起的时候 也让众多万魔领修士有些耳鸣目眩 神思不属 琵琶轻弹叮咚之声响起 伴随着那音音音 场面一下子音气森森起来 不少万魔领修士都有些头晕脚轻 好像喝醉了酒一样 副灵索已经当头照下 当场便拿了不少万魔领修士 单独一道副灵索或许没有太强的束缚力 可若是两三道相加 就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了 批判女身旁 刘三宝打出三道流光 配合着仙人为门杀敌 不但如此 木叶身边也窜出去两道玉器之光 这两道玉器的流光交错流转 好似一个陀螺 所过之处 带起一片腥风血雨 还有一一释放的束法 刹那间的变故 让万魔领这边死了七八个 还有十多人被副灵索捆住 锦手心神 若燕眼珠子都红了 周身灵力沸腾 挣脱了一道束缚住他的副灵索 抬手一指 一道玉器飞出 朝最近的仙人为小队掌袭击过去 反应过来的万魔领修士也急忙失为 各施手段 惨叫声此起彼伏 又有数人被杀 庄方激战交锋 谁也没注意到 琥珀已从木叶的肩膀上跳下 迈着轻盈的步伐窜到了福地的巨甲面前 这期间 请不吝点赞 阿神